看到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吴总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绳结 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操作和结法 第一种方法 十字衡量定位结 家庭菜园,木质板上栅栏 老实风筝骨架 在需要固定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绝对的安全 绳头交叉点窜出 双向拉伸固定 收紧完成的结点 绝对结实 特别可靠使用 第二种绳结 登山攀岩 探险探洞 施工作业 应急下降 必备的半扣结 半扣结的结法极其简单 丝杠与坐板吊环 锁在内侧的同时 我们打满丝杠 向后退半圈 当绳子摩擦丝杠的时候 一定处于上扣状态 送绳直接慢慢下降 拉紧底绳 直接停止 安全可靠 方便结实 又实用 水手结的结法 我们看一下 古代水手结 又叫双套托尔结的 快速打结方法 形成双生环 从合在一起 底绳 折叠 外侧向内侧 翻转 窜入的同时 拉伸 双向脱拽 完成 大家看一下 在非受力之前 两个绳环的大小 长短 都可以随意的调整 均匀 在受力的同时 直接定位 宁舌不开不滑 安全可靠实用的 无声头饰 随手结完成 第四种 工程 蝴蝶结 施工作业 拖车 雕运 多人组合 牵引物体 架线工 架线 必备的方法 一结多用 双向形成绳环 单绳环 大小 自由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 穿入双圈 进行 锁紧处理 处理完成的节点 无论我们是在 拖车 还是 刁运物体 还是牵引物体 的同时 它都是一个 很好的 中间结 使用起来 宁舌不开 定位性 极强 安全 方便 又实用 第五种 终端 固定毛结 结法简单 实用性强 固定性强 打结的方法 非常快速 形成的节点 宁舌不开 后方绳环 窜入主绳 进行锁紧 翻转过来的同时 绳环我们再次 调整均匀 使用的同时 固定性极强 它可以说是 宁舌 也不会开扣 绝对的安全 特别的可靠实用